展望港股後製方面,市場憧憬 A股在農曆新年後會進一步上漲 這方面的想法繼續為港股帶來支持 而美元轉弱也會對港股有利 不過過去幾個交易日,整體大市成交都下降了 預料在長假期之前,部分投資者都會維持官網的態度 恆指今日將會在30,000點附近珍持 而MSCI宣布了季度指數的調整 而快手和另外5間港股納入MSCI中國的指數 其中預期微文、名媛文和農夫短期表現將會比較好 而恆指服務公司都會在2月底公布季點的結果 新增的種子成份股很大機會都會納入港股通的名單 其中多間在去年下半年上市的生物製藥股、消費股 和物館股都是熱門的候選 其中南月、華潤萬象、合景游戶和若名巨落都值得留意 而今天的個股推介會說回京東健康6618 京東健康是中國最大的線上醫療健康平台 同時也是中國最大的線上零首藥房 市場份額達到三成 在現時三間上市的中國線上醫療平台當中 京東健康最快實現盈利規模效應顯著 而公司的業務包含了線上醫療和藥物零售 互相產生需求和流量形成了一個閉環系統 再加上公司在全國都有完善的倉儲和物流系統 是有利持續擴促它的試占率 在線上醫療滲透率持續提升的情況下 我們預期公司的盈利增長將會加強 所以我們給的目標價是200元指示價135元 謝謝 本人陳樂儀是證監會持牌人士從事受規管活動 提速海基證券集團有關牌照詳情請參與以下連結 其及或其有聯繫者並沒有擁有上述建議 互分發行人的財務權益 以上資料是由海基證券亞洲有限公司提供 指供參考及內部使用 有關資料是根據或源自海基相信為可靠的資料來源 但對資料的準確性或可靠性 海基不作任何陳述或保證 以上資料或有關人士發表的意見並不構成 及不應該被視為買賣任何證券或投資邀約 或邀約招來或懇求 海基及其高級人員、僱員、代理人及聯屬公司 可能在以上提及的證券或投資擁有利益 但對於你因使用或依賴以上資料而遭受的損失或後果 該不負責 好像可能沒有資料 希望可以收記一下 分享 杜